好了,许出来推,接着我们看16进制 has a decimal number 即是说,现在我告诉你这个数字 刚才是1011,再早之前是1011 现在这个就是16进制的数字 我把它转 base 告诉你这个是101116进制 现在这个数字其实代表一个什么数字呢 一样,把Base由2转到16 160次方,161次方,162次方,163次方 这个其实是它的Place 你可以继续按出来的,这个就是1 16256,然后再推 用Expander Form写,就会这样 这个就是160次方 这个就是161次方 162次方 163次方 只不过是将Base由2转到16 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没有移动过 这个就是Expander Form 最后可以试试按许数字 究竟这个数字代表多少呢 其实就是1加16 再加163次方 2次方